《烏克蘭總統扎連斯京》星期一 在基座舉行的歐盟外長會議上說 與俄羅斯的戰爭持續時間將取決於烏克蘭重盟友獲得多大支持 及緊急服務部門和傳媒報道 蘇伊士運河城市伊斯梅利亞處警局發生火災 最少25人受傷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星期一到達紐約事發院 開始民事審判 法官已裁定他在商業交易當中犯有欺詐行為 印尼總統維多多星期一為連接首都瓦加達和萬龍市 耗資73億美元的高速鐵路揭幕 諾貝爾醫學長頒給匈牙利裔美國生物化學家 卡塔林卡里科和美國醫生德魯韋斯曼 至少826日